我有多久没给大家拍视频 就是有多久没有出去玩了 然后今天正好趁着小斧楼过生日 我们安排了一天的行程 前两天天气都特别好 这两天又稍微有点阴天 然后今天居然就下上雨了 所以我们尽量安排了一些室内的行程 然后现在已经开车有半个小时 就快到达目的地了 开心 耶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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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面墙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上面的说明 因为圣嘉伦是宗教色彩特别浓重的一个城市 这里边呢是就刚才咱们看的那个教堂的那个地方是天主教的地界 然后后来这边出现了新教 所以他们中间就建了这么一个墙 把这个天主教的地界和新教的地界给隔开了 这个尖尖顶的那个地方就是刚才的cluster 然后那个很明显就是天主教的教堂 然后理论上这有一墙之隔 这个教堂就是新教的教堂 所以他们真的原先是中间有一面墙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圣嘉伦最有名的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里面应该是长这样的 我不确定现在能不能拍照 所以我现在能拍啥拍啥吧 这个是入口 因为这个图书馆是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要在这换鞋 也不是换鞋 就是把你的鞋套进去 然后这样才能进去参观 里面不让拍照 我就只能拍到这儿了 今天我们去的那个圣嘉伦的图书馆 里面都是馆藏的非常珍贵的图书 里面是不让拍照的 然后我就只好买了一些明信片 可以给大家大概看一看它里面长什么样 它看起来就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雄伟壮观 然后它比较让我感觉特别的地方 但是它在最里面的这个角落里面有一具木乃仪 那个木乃仪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当时埃及送给这个图书馆前馆长 然后后来又捐出来的这么一具木乃仪 那木乃仪看着吧 反正多少有点吓人 它是头到肩膀都是露出来的 然后胸部以下就是盖起来的 所以你能看到它完整的头脸 然后还有肩膀的颜色和结构 包括还有它的那个关底啊什么的 都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里面的角落里面能够看到 网上也有相关的图片 我们现在又到了阿芬菜里 在一个小的作坊 这个地方是专门卖他们阿芬菜里的一个小吃 就是有点像那种夹馅的饼月饼 或者是就是这种夹馅的饼 还挺好吃的微甜 来这个原产地买呢 就大概能打五折 所以我们每次过来的时候都要囤一些存货 现在我们就要去购物了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饼 这个是原味的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工厂 这工厂就是一个工厂的样子 基本上你要不认识 它可能就看不太出来 它这是买东西的 这就是入口可以进去买东西了 我们买了这么多 然后还送了两个小的 我们买了你看就是不一样口味的 这个是那个这个是蒸果口味的 这个是原味的就是椰蓉味的那种 然后还有这个它里面是有一种就是梨子啊什么那种混合的香料 反正不一样口味的 然后还送了一个这样可爱的袋子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买的比巴黎 然后是阿盆塞里的特产 所以他们这个地方也到处都在卖 价格稍微会比工厂贵一些些 但是肯定比苏黎市啊或者什么其他城市买的要便宜多了 然后他们还有做成这种特别大的一个比巴黎 上面印上山山水水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穿着服饰的这个人 就很大的这种一个一整块 还有做成巧克力的 这个是阿盆塞里他们集会举手投票的地方 我们就住在他们这个这个红房子里面 是一个很传统的酒店 然后现在在瑞士 疫情虽然有所缓解 然后管控也相对没有那么严了 但是现在所有餐厅虽然可以营业 但都只能是户外就餐 所以今天天气不好的时候 大家伙都穿着羽绒服在外边吃午饭 酒店里面挂着他们不一样年份 在这个广场集合投票表决的照片 这一张是1888年的场景 这一张应该更老的有没有写年份 我们已经从酒店checkout了 然后下一步的行程是去flow最中爱的奶酪店 买奶酪各式各样的 还有去啤酒厂买一到两箱啤酒 这都原产地嘛 所以比较便宜 出发 这个广场的角落 有他们举手投票的这个雕塑 从这儿能看到整个广场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人少 所以聚在一起这些小广场就够了 很 Senhor 但是我暂时过去尽量的 有点像咳嗽糖浆味的 即支咳嗽糖浆或者川贝咳嗽糖浆那个味的烈酒 他们说这个也是药 一感冒就说那就喝杯酒吧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照片就是之前我们去的那个悬崖上的餐厅 他买了这一兜子 好多好多 8块 8块不一样口味的 反正我是说不上来有什么不一样 他现在就是不得开心 今天 的旅行就结束了 一共是一天一宿吧就算 昨天跟河洛出门不出意外的肯定会下雨 今天我不回家的路上就打情片了 好那就祝福一块 拜拜 拜拜